你是傻瓜嗎 要讓人家引導嗎 我問你是不是傻瓜 問你 你說誰傻瓜 我問你啊 你拼著我問我是不是傻瓜 我問你 我傻瓜幹嘛 書惠不要不要 書惠不要不要 什麼傻瓜 問我是傻瓜 書惠不要不要 那你是混蛋嗎 書惠不要不要 不瞞這句你是傻瓜嗎 國民黨籍市議員蔡淑惠 衝上主席台 推了主席一把 議員王家蓁 趕緊擋在中間制止 但他連續推了好幾次 還怒摔桌上文件 氣氛難平 甚至差點把椅子都給推倒了 這就是議員的問政的素質 還好其他議員上前勸阻 才阻止衝突持續擴大 原來兩人是為了 新營明治以示廳 也就是前台南市議會的設備 要不要汰換而爆發口叫 用一個技術 聽五百萬開一回 一千萬開兩回 我們怎麼交代的過去 我雖然這組 我沒辦法表達我的意見 我沒有引導你什麼 你不是傻瓜 錯誤的示範 我向全市市民說聲抱歉 但是我兼職的立場是 主席應該秉持的公平公正的態度 去審查預算 而不是引導式的 也沒有人會 因為我講這句話就被我引導 而且我都有發言的這個權利 就為了議事聽 汰換設備與否的問題起爭執 一句你是傻瓜嗎 更引爆肢體衝突 到底主持會議的主席 能否發言表達意見 雙方仍然各此己見 Tribs 新聞顧守昌 潘能報導